好的 那今天我们要领用一个这样的网通产品来跟各位说明 如何在六星码ET里面做太阳辐射的设定 那为什么需要设定太阳辐射 主要是因为说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产品 它是会放在室外的一个室外的这个环境 那如果是放在室外的话就需要考虑太阳辐射 我们可以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今天如果有一个chamber它的环温我们把它设成25度 把这样一个产品丢到这样一个chamber里面 它的环温是25度 那经过一段时间热平衡之后 假设这个产品里面完全都没有发热的元件 那经过一段时间热平衡之后 那这个产品上面应该全部的零件 它的温度都是25度 因为没有发热 也就是说不会高于25度 也不会低于25度 但是今天同样的条件 我们如果把这个产品 这个网通产品从chamber里面移到室外 一样是25度的环温 那经过一段时间热平衡之后 那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最后最终的温度会不会是在25度 答案是不会 因为有太阳辐射的这个照射下来 那经过一段时间热平衡之后 它的温度可能就会在27 28或者甚至30度左右 OK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透过这样一个案例来跟各位说明如何设定太阳辐射 好在这里的话 那我们先来做 这个地方各位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virgin 那这是没有做辐射的这个案例 那这里我们先create一个新的virgin 那这个名称我们给它叫做solar 好OK在这里这个地方就促进一个solar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这个virgin来做设定 在solution control底下 有一个solar radiation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启动成yes OK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点选这个太阳辐射的这个计算 那这个地方在六星码里面太阳辐射的设定是它独有的一个城市 也就是其他城市其他软体都没有 在这里的话 六星码ET可以帮各位来计算说 摆放在不同的位置 那它的太阳辐射的照射量是多少 那在这里 它已经把这个完整的资料库把它建立出了 那在这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我们点选calculated 在这里主要是我们可以设定 精度跟纬度 也就是说你可以告诉软体 你的这个产品是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latitude指的是纬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输入60的话 意思是说把它摆放在维度是60度的地方 那精度要怎么设定 精度在这个地方设定时间 因为地球是会自转的一个物体 那它转到 它转就是它在不同的时间点 会转到面向就是它会转到这个 它在不同的时间点 就是面向或者背对太阳 就是说它跟太阳所成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输入这个时间的话 那这个地方也就是也就等于是输入精度 好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在这里 start time假设我们把它输入成11月1号 那11月1号到12月31号 那在这里的话 呃各位就可以在这里各位就可以看到说 呃在右边的这个系统里面 那个呃 就是软体就帮我们抓出来 11月1号的上午9点 12月2号的9点 11月3号的9点 就这样帮我们抓出来 那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区间再调大一点 比如说9点到10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软体就帮我们把11月1号的9点跟10点都抓出来 2号的9点跟10点也抓出来 3号的9点跟10点也抓出来 OK 好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设的区间是60分钟 我们也可以把它设小一点 比如说设成30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看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我们把它设成30分钟的话 那软体在这个地方就帮我们抓出来 9点9点半10点 那另外11月2号的9点9点半10点 OK那当然如果我们再设小一点的话 那软体在这个地方就会帮我们抓出9点 9点20 9点40 呃 这这等这些等等这些的这个这些的这个部分 OK 好 所以在这里的话 6CM et 那它在这里的话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说 这里的话呃呃呃呃就是软体会自动把这个太阳照射的角度告诉我们 然后把这个太阳的这个辐射量 在这个时间点的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的这个辐射量告诉我们 好在这里的这个地方我们选择collet OK的话在这里各位就可以看到说呃在荧幕上就出现一个S 那这个S指的就是太阳照射的角度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透过另外一个已经计算完成的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说呃到底开或呃太阳辐射开不开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这是一个LED的这个根据的这个案例 那它是摆放在室外的一个产品那这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计算出来骑片的温度分布 这个第一个我们先看没有开太阳辐射的这个呃呃计算结果 那计算出来它的温度大概是49度最高温大概是49度 那这个其实您就可以把它想象是放在champer里面呃呃做测试 那因为是在champer里面做测试 那所有的热源都是均匀对称性的摆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计算出来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元件的呃热的这个温度分布是非常平均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开启太阳辐射之后 那它的这个计算结果是怎么样 OK好那么开出来之后那各位可以看到说它的这个最高的温度就变成72度 刚才没有开之前是49度开了之后变成72度 那各位也可以看看一下说开了太阳辐射之后它的温度分布就不像刚才那么平均 那为什么因为呃因为在这个地方太阳从这个角度照射过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呃它因为接受到太阳光的照射太阳辐射 所以在这个角度它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OK所以各位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来看到说 嗯开或不开太阳辐射 那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可以对我们计算的影响是非常大 那各位当然了各位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到说 如果我们这里点选Hitsync 在Simulation Result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先把这个 先把它关闭掉 好所以各位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到说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Baseline就是没有开太阳辐射 在这里的话呃软体可以帮我们计算出来 就是传导对流辐射进或出的这个结果 那在这个Baseline没有开太阳 因为没有开太阳辐射所以它的这个 它这个结果是这样子 那如果把太阳辐射开起来之后 各位就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它多了一栏Solar City 也就是说太阳多给了它将近30瓦的热 所以计算出来的结果当然是不一样的 OK